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四集 赵老鳖把事情交代完了 约定了深夜十二点整 在罗师桥下的一通鳖宝 便踹了定风如 匆匆忙忙的自行去聊 司马辉和罗大海 却再也坐不住了 二人越跃越试 觉得这晚上这事肯定够刺激 说不定还能分到许多好处 当下里摩拳擦掌的准备起来 二人先是把香烟和罐头等物事 都给大伙分了 然后找了只还能用的煤油灯 又担心遇到意外 便分别藏了柄三愣刮刀在身上 这种三愣刮刀是三面见刃 有现成的血槽 如果扎到人的脏皮上 那根本就收不了口 即便是送到医院里 也往往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可在黑屋一带那竟是此类凶器 并不稀奇 二人收拾的紧趁利落了 只等入夜就去桥下跟赵老鳖碰头 好容易盘到日落西山 两人正要动身出发 却有个叫夏琴的女孩找上门来 在学校停课之前 夏琴是司马辉和罗大海的同班同学 她虽然谈不上太漂亮 但身材匀称 五官得体 学习成绩也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家中的政治条件很好 早晚都要去参军 有着光明的前途 很少跟着罗大海等人 在外惹是生非 她今天突然来到黑屋 使司马辉和罗大海都感到十分意外 夏琴没戴帽子 额前捡了齐刷刷的刘海 扎了两根细长的麻花辫子 穿着一件货真价实的鞋纹金装 蓝色的卡基布的裤子 胸前戴着毛主席象征 从城里一路赶来 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打透了 她似乎有些极其重要的事情想说 但看到司马辉和罗大海 两个提眉横目 吊儿郎当的无赖模样 感到很是失望 无奈地叹了口气 原本想说的话 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只是责怪了二人一番 说他们不甘自甘堕落 应该找机会多学习 免得浪费了青春年华 司马辉最不爱听这套说脚 心中暗道 这丫头骗子成天事事的 都什么年代了还学习啊 他嘴上不以为然的敷衍说 你当我们愿意这样 人为什么要学习呢 当然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但又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 人生在世应该有五个 依此而递增的指标 一是生存 二是安全感 三是爱欲归宿 四是尊重 第五个才是自我实现 我们现在是吃了上顿 愁下顿 日子过得是有筋 是没明天 连第一个指标都打不成 哪还顾得上学习啊 夏琴自知说不过司马辉 鬼知道是哪个哲学家 对他说过这些话 还是他自己信口胡编出来的 只得说 司马 咱们同学一场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他又见司马辉和罗大海 两人尽装的装束 手里拎着煤油灯 皮带上插着凶器 还以为这俩家伙又要出去跟谁打架 忙问他们去哪 罗大海远没有司马辉脑子转得快 随口就到 我们去罗石桥 画到一半 自知语诗的他赶忙右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夏琴曾听说过远郊的罗石桥 那是一座废弃已久的旧石桥 过了桥都是荒山野岭和大片坟地 根本没有人厌 大晚上到那去做什么 他不由得更加起义 认准了他们是要出去闯祸 司马辉连门解释 绝对不是定了局跟人去打架 而是 而是去抓安蠢 罗石桥附近是半人多高的杂木野草比较多 草窝子里藏有许多安蠢 他这也并非完全是说假话 因为外来者想要在黑屋站住脚 不与那些地痞乌赖打出个起落来 那是不成的 除去泄斗群雾之外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斗安蠢 斗安蠢是从明末开始的 在民间广为流行起来的一种赌博活动 如同斗鸡斗狗斗蟀 当初正是由司马辉找到了一只满身子羽的铁嘴安蠢 三天之内接连斗翻了黑屋帮的十五只安蠢 这才打开局面为同伴们搏到了这片容身之地 事后每当双方有所争执 都会以斗安蠢的方式解决 但是啊 安蠢养不长 所以司马辉经常要千方百计的去野地草窝子里捉 不过在神经半夜却是捉不到的 现下如此说 也只是这借口来搪塞一下 夏琴对这种解释将信将疑 非要同去看一看才可以放心 司马辉劝了他一回也没起作用 眼看着天色已黑 现在也没办法再把他赶回城里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当天夜里 满天的星星没有月亮 空气里一丝凉风也没有 闷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三人提了一盏煤油灯 悄然离开了黑屋 在漫湾野地里 深一角浅一角的走了许久 就见 一座塌了半边的石桥横夹在干枯的河床上 这地方就是螺石桥了 桥对面更是荒凉偏僻 秋龙连绵起伏 其间那都是漫无边际的荒草 是千百年前就有的一大片乱葬坟地 也没有主家 地下埋的都是穷人 甚至几口人共用一个坟坑的也有 闹鬼闹得厉害 很少有人敢在天黑之后来此行走 入夏之后 桥底下的河道里积满了淤泥 生有大量的薅草 深处挖鸣不断 水泡子里边蚊虫滋生 有的飞蛾长得比鸟都大 扑冷到面前还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但是司马辉和罗大海在外面野惯了 全然不以为意 看着时间还早 索性就蹲到桥底下 熄灭了煤油灯 一边抽烟 一边等候 司马辉剑事到如今 恐怕是瞒不住了 就把遇到赵老鳖的事情 给夏勤说了一遍 让他回去之后 切莫声张 夏勤低声答应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当叛徒 但你们两个如此胡作非为 早晚要惹大祸 前两天我听我爹说 公安局已经决定要彻底铲除黑屋帮了 你们要是不想被关进看守所 还是早些回城里的号 司马辉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他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 发现其实所谓的黑屋帮 都还是一些很朴实的人 无非是些卖烤干薯和葱油饼为生的小贩 再不然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全是吃铁道的 里面并没有什么罪大恶极之辈 如果真让他们离开这片废墟棚屋 又要到哪里才能容身呢 罗大海倒是并不在乎 他说黑屋要是待不下去了 就让司马辉跟他去东北 他老子以前在部队的根就在那 耍关系有关系 耍路的有路的 说不定等岁数够了 还能安排咱们残军 强死留在这里 整日受这些窝囊气 夏青说 东北有什么行 到了冬天 冷也冷死了 你的舌头不就是小时候在那冻坏的吗 罗大海撇着嘴盗 你懂什么 女流之辈 头发长见识短 他又转头问司马辉 司马 你爹也是后来进关的吧 你说关门那地方怎么样 司马辉 虽隐约感觉到自己这伙人前途渺茫 命运难料 但他向来随遇而安 也并不以此为意 听罗大海问起了关外的事情 就说 我从没到过东北 只是以前听我爹说过一些 那地方到了冬天 确实是冰封雪飘 万物沉眠 有些人都把鼻子给冻掉了 可那深山老林子里怪事也特别多 仅在木营子里听老爸头讲古 那估计听上整个冬天可能都听不完 为了打发时间 司马辉就把他爹张葫芦 在关外遇到的稀罕事 给罗大海和夏勤讲了一件 说是关外深山里边 有一座废寺 有一天来了个老道 在山下收了个道筒做土地 并且牧原修建了一座祖师殿 这师徒二人一住就是树仔 那殿门前风鸾密布 尽是些怪木溢草 经常能看见有两个小孩 在山门外戏耍 老道每次碰见 就会随手给那俩孩子一些糕饼 果子 时间久了 相互间也就没见熟起来 时间久了 相互间也就渐渐熟起了 但是那两个孩子 却从不敢进殿门一步 如此过了数年 始终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 老道从山下带回了几枚仙桃 顶枝带叶 个个饱满肥大 都摆在殿内的香岸上供奉祖师 老道是赶了一天的路 又累又困 神情伪顿 就坐在殿内扶着桌案 沉沉睡去 这时 一个小孩在门口扒着门缝往里看 看到了桃子仙润 忍不住跳跳溜进了店内偷吃 谁知那老大突然大喝一声 挑起身去抓那个小孩 更不说话 狠狠夹在夜下 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后店机箱厨 手忙脚乱地将那小孩的衣服 拨个金光 用水洗净 活生生生叠一口大锅里 上面盖上木杆 并且压上一块大石头 老道又叫来徒弟小道士 命他在灶下天柴生火 千万不能断火 也不能开锅看里边的东西 然后这老道就跑去沐浴更衣 祭拜神明 小道士心想出家之人 应该以行善为本才对 怎能如此残忍要食人肉 只怕师父是要修炼哪路的邪法 他耳听的小孩在锅里挣扎哭吼 心中愈发不忍 想要揭开锅盖放生 又担心师父吃不到人肉 就拿自己开刀 根本不敢为力 随着火头越烧越旺 锅内逐渐变得寂然无声 想来已经把那小孩煮死了 小道士担心锅里的水烧干了 微微揭开一点锅盖 正要往里面看 火腿砰一声 那小孩钻出来就逃得没影了 老道士正好抱着一个药罐子赶回来 见其情形 忙带着徒弟追到门外 结果便寻无踪 只得挥泪尝探 哎 纯徒儿呀 纯徒儿 你毁我大事 我居此深山数年 就为了这株千岁人参 如果核药服食能得长寿 看来我也是命中福分不够 生贤无望 不过 那锅里的汤水和小孩的衣服都还留着 连成丹药吃下去 也可得上寿 而且百病不生啊 说完 师徒两个赶紧回到殿中 可当他们回来寻找衣服的时候 发现已失其所在 而锅中的水 却早被一条秃毛野狗喝得涓滴不存了 老道士大失所望 一病不起 没过几个月便郁郁而终 据说那条野狗则遍体生出黑毛 细润光亮绝伦 从此入山不返 山上此后 只剩下那个小道士 守着空荡荡的祖师殿 后来他穷困潦倒无以为绩 便被迫落草为寇 跟随着张葫芦去当胡子了 这些事都是他亲口对张葫芦说的 罗大海和夏晴二人 听司马辉说的言之凿凿 仿佛煞有介事 也分辨不出真事 还是他胡编出来的 司马辉解释说 既然是故事 就别问是真是假 可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我总觉得 憋保的赵老憋 跟那个想捉人身经的老道差不多 罗大海深表赞同 嗯 都他妈不是豪鸟 你看 这都是什么时间了 这赵老憋还不来 咋的了 我看他多半是把咱们给框了 司马辉点了点头 大言侃侃的道 世人就必然会具有社会性 而社会又是时刻都具有尖锐矛盾的复杂群体 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咱们 无论如何都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操蛋的人都有 他说着话 就站起身来 想看看赵老憋来了没有 不料抬眼往远处一张望 却是吃了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目中所见的情形 联盟揉了揉眼睛再看 此时 天上有云 遮住了满天的星光 四爷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下 唯独在罗斯桥对面 那片黑妹妹的旷野尽头 竟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城池 广可树里能容得下上万人 规模着实不小 只是夜色朦胧 世界被坟丘和乱草遮掩 草间荒烟薄雾缭绕 看过去有些阴暗不定 更显得城内鬼气沉重 送人毛骨 罗大海和夏晴也都发现了异状 三人只觉得头皮子一阵发紧 可从没听说过 荒坟野地里有什么城镇村庄 此处虽然人气罕至 但白天总还是会有人途径路过 却都不曾见到坟地里有人居住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座大城 看那座城里边阴森异常 莫非是座鬼城名府不成 司马辉和罗大海都不信心 很快就镇定下来 重新点起了没有灯 拔起了三楞刮刀在手 对准那片鬼火般忽明忽暗的城池 走了过去 他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作怪 夏晴虽然不想去 但他更惧怕独自留在桥下 只好拽紧了司马辉的衣服 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三人远远地望着鬼城所在的方向 摸索着在坟营间薄草而行 虽然走出去很远很远 但越走越是感觉不妙 无论他们怎么朝前走 却始终都不能接近那座灯竹恍惚的城子 罗大海心中不免有些发虚 他劝司马辉道 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好汉不是眼神窥 再不走可就奇差一招了 司马辉见夜色实在太黑 也觉得力不从心 只好决定先撤出去再说 三人便又掉头往回走 谁知荒野茫茫黑暗无边 煤油灯那巴掌大小的光亮 只能照到眼前三两不远 放在这荒郊野地里 还不如一盏鬼火 三人眼中所见 全是坟包子连着坟包子 走了许久 仍没有回到罗石桥下的干枯河床 再回头望往那座鬼火飘忽的城池 与他们相去的距离似乎从来都没有改变 天上已瞧不见半颗星序 根本就无法分辨南北方向 失去了参照物 空间感荡然无存 在闷热的夜晚中 仿佛连时间都凝固住了 罗大海额头上冒出冷汗 不免低估起来 这上我不是见鬼的吗 听人说冤死鬼在夜路上引人 钻在园地绕圈 最后把人活活困死 俗传鬼巷子的便是啊 难不成今儿给让咱们撞进鬼巷了 死马回忆还算沉重 大不了就在此地号上一眼 明天早上鸡明天亮 什么顾灰眼鬼的障眼法也都消了 他又晃了晃手中的刮刀 有件杀人的家事在手 甭管这坟地里边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也得触咱们三分 话虽这么说 但此刻好似与世间隔绝了一半 每一秒都觉得异常漫长 完全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三人都难以抑制违心主义作祟 担心果真是落在鬼巷子里了 大概刚才在坟地中乱走的时候 已经无意间踏过了阴阳路 有道是人鬼殊途 鬼走得到人不能走啊 万一误入其中 恐怕就再也等不来 鸡明天亮的时刻了 罗大舌头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告诉司马会和夏晴 按照东北民间流传的说法 倘若一个人在山里走了麻达了 往往会误入一座古城 那城中肯定没有半个活人 仅有一位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枯瘦老者 见了你便会自称 头顶黄金帽 身穿琉璃纱 本是坟中一待望 骑着玉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